大家好,我們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 就讓我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學院所提供的本科課程資訊和相關的特色 有些同學會問,究竟社會科學是甚麼?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經說過 科學是整理過的知識 那麼社會科學就可以說是經過整理得例 有關社會的智慧 其實社會科學就是用科學的方法 去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 了解多些人類的行為模式 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不僅如此,讀社會科學還可以很有意義 因為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社會 更令我們更深入了解作為人的自身意義 我們學習如何去神思明辨 和運用一些專業的技能 社會科學教學生用科學方法去思考和判斷不同的社會議題 同時培養大家的人民關懷精神 我們鼓勵同學從多角度去探索事物 要有同理心 而且能夠因應實際情況 作出有彈性的適切決定 運用自己的能力和專業知識 聽完以上簡單的介紹 是不是都有興趣考慮入讀呢? 那什麼人比較適合讀社會科學呢? 我們學院歡迎關心社會 希望有科學科視野 對事物有好奇心和求之欲 願意貢獻一己所長的年輕人報讀 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在1974年成落 共有8個學院同學系 提供一共16個本科課程給同學選擇 我們學院師之優良 有接近300名老師和研究人員 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科學範疇 學院目前有超過2700名本科生 為了鼓勵表現優異和有需要的同學 中大不同部門提供各種獎助學金 例如在最近一個學年 社會科學院的同學 一共獲得近2600萬的獎助學金 多年來 學院已經培育出超過39100名畢業生 出路方面 學生畢業後 九成以上成功就業或繼續進修 不止 我們學院在國際上都有良好聲譽 還在多項大學世界排名都明列前茅 其中在最新的QS學科排名當中 中大的社會科學排名世界41 亞洲第九 另外 你們可以見到 我們不同學科都在國際和亞洲都有很高的排名 學院實行雙軌修生方法 包括課程分科修生和大女修生兩種 為同學提供更具彈性的選擇 如果你已經清楚了解自己的興趣 可以直接報讀這裡列舉的13個主修課程其中一個 大女修生就是給一些對社會科學有興趣 但還未決定選擇哪一個主修的同學報讀 第一年先涉獵一些不同的學科 然後在第二年先正式選擇自己喜歡的主修課程 有關個別課程要求 輪選準則、科目比重等資訊 大家可以瀏覽社會科學院和各個課程的網站 簡大女修生有什麼好? 同學在第一年可以接觸不同的社會科學科目 評估自己的才能和興趣 再加上老師和師兄師姐的輔導 然後第一年尾 在自由選擇、不切限額和無需競爭的情況下 選最適合自己的主修 除了在中大校園中的學習 我們亦很注重培養同學的國際視野 所以大學、書院、學系不同層面 都有很多交換夥伴計劃 而且遍佈全球 社會科學院另外有和紐西蘭、日本、英國等地的學府 有合作計劃 例如 學院和日本祖道田大學合辦 社會科學雙學委本科課程 修讀全球研究的同學 在香港和日本各讀兩年 就可以獲頒兩個學位 另外 新聞與傳播學院和英國的薩薩克斯大學合作 開辦全球傳播課程 中大同學要去英國修讀一年 又會接代英國來香港讀書的同學 大家一起學習 培養語言和多元文化能力 那讀完社會科學院的課程有什麼出路呢? 現今社會上有很多公司 都需要對社會熟悉和思維清晰的人才 而修讀社會科學 可以訓練同學的獨立思考能力 並以宏觀和客觀的角度 去思考和解決各種問題 而且還有一些專門知識和技能 所以我們社會科學院畢業生 不會愁無出路 我們的畢業生 在不同的社會領域都能夠割展所長 由私人企業到公營機構都有 大家可以在這裡參考 學習以往畢業生的就業數據和例子 最後,如果你有任何疑問 歡迎瀏覽我們學院的網頁 socsc.cuhk.edu.hk 或者電郵我們 期望在中大社會科學院見到大家 大社會科學院 大社會科教學院 大社會科學院